謝謝 9分鐘的時間 OK 謝謝大家 我先大概講一下 這是我第二次創業 我第一次創業的時候是在 什麼都搞不清楚的狀況下就創業了 然後這次是第二次創業 第二次創業是在創業之後才發現 自己還是什麼都搞不清楚 那我會 大概會解釋這兩者之間的差異 對我來講其實 創業它就像 打怪練功衝裝備一樣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那我現在大概介紹一下我們的網站 不好意思要稍微廣告一下 我第一次創業的經驗 反正是失敗的那就不用講 待會再說 然後這次我第二次創業 我之前 這網站很華麗對不對 它現在是Beta版 那還沒有正式的Launch 那我之前在做的東西 其實我在FlyV 募資過 然後我在Hareo也募資過 那我的成功率大概是七成 所以如果你們要在FlyV 或者是Hareo募資的 想要知道一些PayPal的 我們可以再稍微交流一下 那我七成成功率的募資都在做什麼 我都在做一件事 我都在做跟正妹有關的商品 你們應該都知道說 有很多網路人氣正妹 串紅起來的最近 從不管是好的壞的這樣子 那我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是我希望這些從網路上發跡的女孩 她能夠有更好的出路 因為畢竟我自己以前是 娛樂媒體出來的 所以之前是用獨立製作的方法 發行他們的寫真書 或者是周邊的商品 那這個模式其實 當然我不會講太多關於我的商模 那我的商模的模式 除了這一塊以外 還有一些其他的連鎖 那找到了新的合夥人跟投資人 我們愉快願意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的新合夥人其實 今天本來應該是他來講的 但是因為他有點忙 所以換成我這樣子 我的新合夥人是 他寫過一首歌 他寫過很多歌 但這首歌你們應該聽過 就是男人不該讓女人流淚這樣子 應該有聽過 所以我們通常過 那我們要一起聯手做一些事情 那這次貝塔版的網站 近期內會再發布 那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今天要分享 創業的東西是 在這段探險路上 其實沒有一天是按摩牌一出牌的 我每一天都在解決 不一樣的問題 我們本來一開始不是做寫真書 我一開始離開娛樂業以後 是因為痛恨娛樂業的一些病態 所以我開始去做APP 然後做APP之後 我發現 我做了一些很有趣的內容 但是沒有人要付費購買 應該做APP開發 都有碰到這種問題過 然後更慘的是 就算我要用免費下載的APP 充廣告 可是廣告充不起來 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是你用好內容是沒有用的 你要用好賣的內容 才是重點 為什麼 這是2014年9月份 廣告充到達的前十名 你會發現其實都是波特網站 都是波特網站 你會發現其實你的內容做得很炫 很屌 我甚至已經開始回頭 那一陣子我甚至已經回頭開始去找 如果你們剛好聽的話 你會發現 我剛好講那個關鍵字 你們都消翻了 對不對 我在窮途潦倒的那一陣子 撿過A片 OK 我後來那一陣子 甚至回頭去找過潘朵拉 找過東冰 找過AB1 你們可能不知道這些公司 但是你們應該聽過 波特網站的A1 這樣子 OK 我現在開始把他們的內容 要移植到APP上 但是 還是會碰到一樣的問題 就是取瓜合瓜 叫好不叫做 那 那我要怎麼去 開始去做 好賣的內容 我後來發現其實 這是前一陣子 華爾街日報的內容 華爾街日報的一個標題 它標題還滿 還滿聳動 就是 如果Youtube 它其實 這麼多的那個 點閱率 這麼多的訂戶 它其實都可以 沒有利潤的話 那 我們的平台 可能比Youtube更大 所以其實 我知道很多人 想要朝文創業發展 那 做出好的內容 是基本的東西 那絕對是基本功 但那不是 你能賣的理由 所以 我在這邊想要分享的 想要奉勸的是 在做好內容的同時 你必須先想 你的內容要怎麼樣 賣出去 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人家 願意掏錢 買你的內容 甚至你應該想 你要 很多人都會想說 我應該要籌備多少錢 才能創業 我應該準備多少錢 準備多少現金 準備多少吉量救助金 準備多少周軟金 但是 那些不是重點 我發現那些到後來 都不是重點 因為 你到後來你總是有辦法 生錢出來 所以不要去問錢 從哪裡 你不要問錢從哪裡 籌出來 但是你應該問說 你的這些內容 要賣給誰 那個才是重點 因為第一筆的錢 其實很好籌備 後面的是 你要怎麼繼續去燒它 那個 那個才是你最 需要擔心的例子 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我之前在香港工作那一陣子 我們公司結構很奇怪 我們是 錄資港商台幹 錄資港商台幹 也就是說 公司的資本額是 中方出的 但是公司的 公司的註冊是在香港 那所有的幹部 都是台籍幹部 為什麼要這樣子 他在走一個 我不是說這樣做法是好的 但是目前是合法的 他在走一個擦邊球的狀態是 我這樣說好了 香港的東西 可不可以平行輸入到台灣 可以嗎 香港的東西 可不可以平行輸入到中國大陸去 可以嗎 那中國大陸的東西 可不可以直接到台灣 很有問題 台灣的東西 可不可以直接到中國大陸去 也是很有問題 那所以你公司 如果要做三邊暴力的話 你還設在哪裡 那當然是香港 可是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做的是媒體出版業 我之前在香港內亞公司 叫新視角 我們只做三種東西 哪三種東西 模型 摩托車 摩托爾 模型 摩托車 摩托爾 我們只做這三種東西 我們的雜誌是圍繞著 這三種東西打轉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市場不大 雜誌發行本數不多 一個月大概就兩三千本 但是獲利能力很高 所以你不應該把你的重點放在 你要接觸到多廣 多大 多恐怖的 多海量的一群人 你應該把重點放在 你能不能接觸到 真正願意付錢的那群人 同樣是做寫真書 我做寫真書 跟一般人做寫真書 不一樣的是 我會先去 因為現在Facebook很流行 所以你可以透過本事團 去接觸那些 支持這些模特兒 真正的這些鐵粉們 他們甚至 之前在 Live House曾經有過一個節目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他是14天的實禁秀 把三個女孩子 關在一個MOTEO的房間 每天承貨她做一些事情 會給她出不一樣的任務 不一樣的挑戰 OK 然後24小時 連睡覺都在拍 你會說睡覺是 睡覺有什麼好拍的 就是有人要看她睡覺 就是網路流量的高峰會 宿電在晚上3點鐘 她睡覺的時候 可以看到她整個房間 對著她拍 那兩個禮拜之內 一共創造了160幾萬的觀看人士 可是更重要的是 我舉一個例子 有一個月收入大概是4萬多塊的工程師 她在一個女孩身上花了7萬塊 一個月收入4萬多塊的工程師 就是在一個女孩身上花了7萬塊 但那個女的當然不可能被她女朋友啦 只是她的商品 她可以買到7萬塊 為什麼 就是你也必須抓出你的最獨特的東西 最想要花錢買你的東西的那群人 到後來你會發現自己很像拔筆店 就一直在拔筆 一直在拔筆 等你找到那樣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的東西就能夠賣得出去 把重點放在願意消費你的人 願意消費你的產品的人 而不是去怎麼去想怎麼擴大你的整個市場 我自己的感覺是這樣的 想辦法去抗某種銷售機制或是訴求 讓消費者願意付錢購買這個內容 這才是你應該去做的核心 那我自己發明一個詞叫社銷力 那透過社群創作 透過社群去銷售 這個就是社銷力 這個我剛剛有提過 這是我之前的這些成功案例 在FlyV想大家可以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回頭再看一下 這是我目前正在跑的 如果有人要買的話請多多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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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蛮多案子